今天和大家看的股票是916 龙元电力 龙元电力的总市值暂时是1010亿 都算是一只大市值的股票 这家公司主要从事电厂的营环和发电业务 看回这只股票2020年的总收入 它的封电业务有207亿 占了它总收入的72% 其次是火电业务占了总收入26% 看回这只股票的每股收益 2020年的增长有接近20% 每股剩资产亦有稳定的上升 最近5年的ROE平均都有8% 胜利率最近5年平均都有19% 基本面都不错 看回这只股票的中期走势 由2020年中3元左右 升到现在大概12.6元 升幅接近4倍 而这只股票经历了4个月的调整之后 最近有一个向上的突破 我们观察一下这只股票 会不会再发展一个中期的升浪 这次股票也看了